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保持适当下高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坐会来建立风亿安全忙碌 买向风亿新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台股是小涨了 最后涨了十点 那为什么涨 老实啊 因为今天开放零股交易 盘中就可以交易 那又怎么样 不是啊 那个开放零股交易之后 在盘中 不会说每次都是 像之前就是盘后 你要挂盘后盘 下去买卖 那麻烦 盘中就可以交易了 那开放了之后 大家都来去买个一股台积电 一股大力光 有意思吗 有没有意思啊 你觉得有意思 那就觉得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用讨论 监大盘涨跟那个完全没关系 监大盘涨啊 指数涨啊 涨连电嘛 对不对 最后算拉回 但是你去看嘛 涨华邦电 涨旺猴 对不对 他为什么涨 然后航运类股 长龙海运又创新高了 对阳明海运还涨停板 对不对 那你说疫情对于 整个全球的经济会有影响 问题是 那航运怎么那么好 货柜的价格为什么在上涨 对不对 但你说老师那航运涨 那那个航空业还是 现在大家还都是在锁国 对不对 还是在边境管制 所以航空业比较差一点 但是货柜是很好的 所以你还是要睁大眼睛去看 对不对 今天不是生技股在大跌而已 今天IC设计股也在大跌 那你要去了解 接下来你怎么做 不是说什么 啊老师我跟你讲 你看好那一支也今天也跌 我说对啊 那其他也都跌嘛 对吧 合一也跌嘛 要滑要还跳功跌停板耶 已经三支了耶 是不是 所以你要去想 接下来怎么做 然后再来喔 这个礼拜过完 十月份就结束了 下个礼拜 十一月 十一月初又要 除了美国要大选之外 十月份的营收要公告 哪些公司的营收会往上走 获利会往上走 然后你再去看喔 第三季的财报要出来了 哪些股票可以买 你看今天彩晶 今天彩晶涨停板啊 第三季人家 今天涨停板也才十块钱 人家第三季听说赚一块二耶 第三季赚一块二的公司 现在十块钱 那你觉得呢 你自己要有策略 要有想法 你先要有想法 然后定一个策略 对不对 那定一个策略之后 那你就是看怎么执行 是不是人家说 不是说人家说好就好 你看一下实际 他经营的绩效 数字到底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说 散户归队没有什么不好 大家交易越来越活络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开放零股交易 我就觉得那个必要性 要不要你就自己要去看 因为像你买一股台积电 没有错啦 四百多块嘛 对不对 可是你交易税要二十块 这样划得来吗 你涨停板也才赚四十块 你懂得干什么 他把你挑拨去停板耶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你自己要去衡量 就算零股交易 但是你买的也不能太零 就都买个一股这样子 可能想要发财也是比较难一点 比较难一点 然后加入我们的团队很简单 我们电视机旁边那个测标 你把它刷下去之后 我已经礼拜五已经教你们了 你们要看到老师最新的分析 必须点点击 那个你的手机萤幕 右上方这个文件图案 他有新的讯息 上面会有个红点 你点进去看 老师几点几分 对不对 对哪些股票有什么看法 或是说几点几分 认为哪些股票涨多了 或是说哪些股票可以买了 在盘中我们就会做一个提示的动作 你不用再留什么什么什么电话 或是留姓名 然后才可以索取 不用 反正你加入就是一个整个LINE的机 LINE的那个整个LINE AT 里面 那里面有一万八千人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那个主画面你就看得到 里面有一万八千多人 快一万九 一万九千人 都可以可以看得到消息 那你自己要动作 这个动作 才看得到分析 不是打电话来吵 老师我都看不到你的分析内容 老师我都看不到你看好什么 老师我都看不到 老师我都看不到 有教你了 麻烦你不要什么都不会 老师我都没有看LINE 还是怎样 我都没有看LINE 你就直接打电话来 参观会完 这样就好了嘛 就找一个人带你 这样就好了 像我们这档股票之前 也有推荐给你 对不对 电视上我也是没有名讲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看2.9亿6457的鸿康嘛 对不对 那今天多少钱 今天72了嘛 今天来到这里了嘛 那K线图在这里嘛 就是还没起涨钱跟你讲 那你这样才会赚钱啊 当天还59块嘛 对不对 那59块到今天72块 那么早上我们的讯息就是叫你 对不对 早上你点击这边 你就看得到说 这档股票涨一个波段了 涨这一波段了 涨一波段了 那各位投资朋友记得 记得 记得要走 这样你就不会说 老师我看节目都赚不到钱 你看我节目 或是跟着我来 没有这个问题耶 不会说 老师今天彩晶长你买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今天我没有买彩晶啊 但是我之前就跟你讲 面板 从最下游的 面板的销售制造 这边领主件上来都会不错 这我第三季一开始我就跟你讲 这些股票你绝对不要看衰它 对不对 不是只有太阳能很好而已 面板这边也有机会涨价 而且上游领主件这边也都不错 尤其是小尺寸的 那你有点选的话你就知道说 这边上来 那盘众就知道说 这赚了不少 该出一趟 这股票就这样而已啊 这不你坦嘛 分你赚嘛 对不对 这一档也有讲啊 你当初 你有在低档有点选的话 你就知道说我没有骗你啊 这一档股票我们买啊 对不对 你点选右上方 你要刷进去之后 点选右上方才看得到嘛 对不对 那进去是不是这一档股票 冒伦 627 7.6亿 那时候31块多 你看今天剩下多少 今天39 今天39 没有很多嘛 外资一直买嘛 对不对 我给你预告的时候是在这里嘛 对吧 没错吧 我给你预告的时候是在这里嘛 讲完之后涨上来先创新高 过了前高之后 押回了四天 礼拜五大涨 今天再大涨 就这样啊 我跟你讲大股东有60% 对不对 那你要去看大股东的意向嘛 那技术面这边就是守得漂亮 那守得漂亮之后 我推荐你要敢买嘛 我公开电视上我也都公开讲啊 对不对 有没有买 有嘛 10月8号嘛 所以 你加入以后 你愿意说老师我去看一下10月8号 老师到底有没有推荐 那你自己点嘛 对不对 你点进去之后 手机一刷 刷到10月8号的地方你就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一支 有没有推荐 有没有叫观众朋友来报名 有 有 抱歉 那你就知道了 那要说到做到啊 10月12号押回再买 10月14号押回再买 10月19号押回再买 今天创新高 对吧 押回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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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敢买啊 那这样上来 你是赚钱的 你是赚钱的 大盘最近都是 常常跌跌嘛 今天掌明明明明可能 可能就跌了 可是你看着看着节目 加入我们的赖 31块多 现在39 那我讲的没有错啊 外资是不是一路买 你自己最清楚 对不对 那你像这一档 我们有送给你啊 对 你上个礼拜你有点击这个的 你就知道说 哦 老师现在 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好什么 迅速达正嘛 那这档股票 31块 跌到这里嘛 那短线上 已经有人在防守 那防守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 他防守住的话 就有机会上去啊 因为上半年他赚1块1嘛 上半年赚1块1 21块其实便宜啊 我觉得便宜啊 也许你不这么认为 好 没关系 买了 诶 这一次 会员朋友就特别积极了 因为 帽轮可能嘴巴开开等投胎嘛 没赚到 那上去咯 隔天我没有加码 礼拜五创新高 今天做鸭回 很好啊 我觉得很好啊 你看哦 藏宏突破 补缺口 接下来留个跳空上去 过了近一个月的新高之后 开始压回 今天做压回嘛 压回盘中来补这个缺口 用下影线去补缺口 这接下来还有机会再上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看第三季 第三季 七八九月 他拿出什么样的营收嘛 对不对 三点一亿 三点一亿 二点一亿 那加起来多少亿 那加起来多少亿之后 你再去看 以第二季 他这样的营收 这样的获利 第三季 这样的营收 应该算出 应该赚到多少获利 所以我说第三季 我估一块二嘛 那今天压回整理 我觉得很好啊 我觉得压回整理很好啊 对不对 最好还一堆人来放空 然后再上去嘛 你像6227也是啊 创新高之后 先压回嘛 整理完再上去 这叫操作股票 这叫操作股票 可是这些股票我都事先讲 当然包含这两天我们准备要出手的那一档股票 我已经开放你报名喔 我今天还没出手 所以你想要知道的话 第一步就是刷我们的line 先进来 很多人他说 我看到广告想要打电话来参加会员 可是我想要证明一下 想要印证一下 怎么样 讲一大堆屁话 我告诉你啦 直接写明了 你不见得赚得到 那我们会员一定都先买 先买 而且我们完整的分析内容都在里面 被动元件接下来买什么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讲被动元件了 早上最新的消息 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被动元件龙头 春田制作所 调生猜测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你要买哪一支 我讲得很清楚喔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之前我看保守嘛 对不对 事实上也都没涨嘛 国具也是啊 那接下来你要买哪一支 我指的是被动元件喔 接下来你该买哪一支 你有机会赚到比较多的钱 想要知道的 广告中先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们一起来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 先 谢谢 3366 顶业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些人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然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一千二到六千元把它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观众朋友 这个盘喔 我觉得你操作上面 你要你定好策略啦 今天涨十点 没有错 收盘来看 没错 就是这样 那明天呢 明天可能又跌十点 这盘最近就在混嘛 所以不要去花时间在那个 就在混的地方嘛 对不对 因为你熬过的很快的下礼拜 美国那边就要选大选 对不对 鬼知道谁会 谁会上 现在谁说都不准 对不对 你问算命先的算命先 也不能跟你说 百分之一百 不太可能 但是有些东西是 确定可以知道的 下礼拜开始 十月份的营收要公告 然后月中 第三季的财报一定要公告 哪些公司最近有修正 而股价没有涨 而且财报未来会很好 那么你要先买 先买在那边等他 我讲得很清楚 你必须得先买 你先买才有机会 就像会员也是 会员说老师 买了会不会涨 你都还没有买 这么没信心 未来涨上去也不干你的事 是不是 你像帽伦 我刚才也秀图卡也告诉你 我买了四次 今天超新高 也是有人complain说他赚不到钱 对不对 观众朋友你有赚到钱吗 也没有啊 那为什么赚不到钱 所以很多东西人家事先讲 对不对 像你刷这个QR Code进去 也不用留会员资料 也不用留你的姓名 也不用留你的电话 你就加入我们的团队了 但是我们的分析就是给你参考 你就是要点击右上方的 那个这个文件夹的那个图案 你才可以看到最新的分析 你像今天有三四通的讯息 盘中不是死的 盘中不是死的 不是在等 不用等 好东西跟好的朋友分享 对不对 像今天有些IC设计股在大跌 像利旺大跌 对不对 像利基也不好 四星也不好 金利科也挂了 那现在怎么办 你看啊 我就讲嘛 你看啊 利旺 今天是不是大跌 何邦这不用看 都没成这样 四星 对不对 金利科 金星科 最近股票都不好 不是生技股大跌 不是生技股大跌 我跟你讲啦 生技股大跌 你就看嘛 中天也大跌啊 对不对 合一 老师你没有看好合一 我说合一也大跌 那就不要讲 亚诺法 对不对 法林负金 这是要几块了 那这个就不要问了 什么什么还高端疫苗 都趴着嘛 所以生技股 跟IC设计股 最近是没有涨 那没有涨 你怎么做 对不对 哪些股票 第三季财报好的 我最近都跟你讲 第三季财报好的 你要去找这种股票 你不要看不起他 大家都不认识他嘛 对不对 不认识他好 那创新高 对不对 这几天我们看好了 是茂达嘛 对不对 迅速达证嘛 茂达嘛 迅达嘛 对不对 迅达是出来 上来 强力支撑 上半年赚一块一 我预计 他第三季会更好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他震荡 我知道谁在 谁在恶搞我们 没关系嘛 那如果明天跳上去咧 对不对 像今天 茂达又跳上去了 你还不是没有 你还不是没有 对不对 一样在那边喊行情不好做 对不对 今天他也不好啊 要啊要跌停 对不对 其他新药股全部都压回 也不好啊 也不好啊 对不对 阿斯特杰利康 的疫苗都还弄死人了 对不对 刚刚又发一个消息 阿斯特杰利康的说 有抗体反应 对不对 都他们讲啊 那我个人认为是 如果你有些医学常识的人 你就知道说 你读过什么 叫做生物的话 生物这个科目的话 你就知道说 可能是有效药物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研发疫苗 可能要花十年 二十年 可能都还不见得出来 对不对 你像艾滋病 已经害死多少人了 全世界多少人 因为艾滋病死掉 请问一下 艾滋病现在有特效药吗 那你觉得 现在突然给你搞一个 艾滋病的疫苗 你敢打吗 问题就来了嘛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想当然耳 在一起一回书啦 你像今天压回 很多人在LINE里面 拼命破口大骂 什么啊 我是怎么样啊怎么样 你缴钱了吗 我们最新的消息 不需要告诉你 你没有缴半毛钱 对不对 我们也讲啦 你要去了解 他如果可以救全人类的话 他应该只多少钱 而且他不是针对新冠病毒而已 他对一些癌症 通通都有疗效 什么时候买 这个时候应该买 还是这个时候应该卖 你可以跟随我们 对不对 你可以跟助理登记 对不对 好的买卖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知你 你没有跟助理登记 我们要通知谁啊 请问一下我们要通知谁 我不知道通知谁 对不对 那现在法规又规定说 我们什么什么不可以讲 什么什么不可以讲 讲太清楚 什么都不可以讲 对不对 那我们只好依照法规啊 像我们会员就没有那个问题 老师有什么 老师在看什么 接下来我们在等什么 对不对 会员都很清楚 我们没有那个问题 那你没有付费 你可能就是说 我跟你讲我怎么样 这样 我告诉你喔 你每天锁的电视机前面 那还不是我的会员 对不对 我们没有委任投顾的契约啊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跟上我们 对不对 那如果说老师啊 我这档股票 没信心 或是说老师我这档股票 我买不起 那其实我们也有推荐 比较低档的嘛 你像他上半年赚1块1 第三季老师估 他也赚1块2 那这股价才20块 那你又不敢买 等着上去以后 然后再抱怨 其实这也不能怪我们 我觉得也不能怪我们 那你操作上面 你自己衡量好 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 如果承担不了 拜托你 你连零股买卖也都不要买 你要保温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 喜欢的跟着我们一起来 我们明天见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